各位網友大家好 我是鄺俊宇 今天是2024年12月3日 星期二 今次和各位網友一起討論香港最新的時事熱話 首先是1000億元財車 還在估計未來的數字愈來愈誇張 據報特首被問到會否帶頭幫忙減薪 做氣勢有些士氣 據報特首有回應 外界的聲音越來越集中 既然千億財車大家當然希望能夠省著洗 公務員高官和議員應否減薪和各位一起討論 另外亦討論香港最新的熱話消息 講下去之前記得按訂閱 免費訂閱抗進瑜的頻道 看廣告月長是對礦仔最大的支持 衷心多謝各位路友記 事不宜遲先看看你一則最新消息 根據AM730的最新報道 政府財車擴大至1000億 李家超是不正面回應會不會帶頭減薪 即是提及會開源折留 問題到本港這個財政年度赤字擴大到1000億元 高於財政預算案估計的481億元 行政長官李家超在今天12月3日在行政會議前見傳媒 被問到面對1000億元的財車 公務員是否應該要減薪呢 以及特首與問責團隊會不會帶頭做些事的時間呢 特首李家超未有正面回應 只表示政府是會開源折留的 特首李家超解釋財車是因為賣地 印花稅收入比預期少 加上政府要幫助經濟復甦 推出逆周期措施 包括要維持公務工程開支 支援中小企 以及幫助轉型期的企業所需要的開支等等 李家超提到政府會從開源折留著手 折留包括減少政府開支 財政司司長已經制定相關的措施 開源方面會謹慎降低對市民的影響 正如財政司司長形容會忍守 另外政府會推出百同措施 增加經濟動力 包括開拓新市場 例如中東東東雲東亞市場 他強調國家是香港的最大機遇 和最強大後盾 多次推出為香港的措施 例如恢復深圳一簽多行 以上來自AM730的報道 今早早上特首被問到財赤估計至少1000億元 高官們會否帶頭做些事 即是帶頭減薪 特首的回應是著手於折留和開源折 當中提到首先會減少政府開支 所謂減少政府開支的範疇可以很大 是說公務工程還是長者兩元車 這些經常說支出龐大的福利 還是每樣都減 當中的內文就沒有提到 另一邊相關究竟高官 議員 公務員 會否帶頭減薪 沒多久之前才說公務員加薪 另外高官減薪的話 其實對他們的生活就不會有太大影響 但起碼都能夠做回的姿態 士氣跟市民共渡時間 另一邊相如果議員願意減薪的話 那裡都省不少錢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面對著財赤超過1000億元 其實過去幾年不斷財赤 來自賣地收入不足 以及經濟環境的確比較差 不知道各位網友怎麼看 如果公務員高官議員帶頭減薪 大家又怎麼看 另外也講講本地消息 根據HK的報導 諾馬州新田公路貨車坎路邊貨車尾 37歲司機疑似湯土 宋苑搶救 延至今早早不治 兩問提到 諾馬州新田公路 昨天12月2日晚上發生車禍 一部貨車 一部貨車猛坎停泊路邊 三十噸的貨車車尾 37歲司機從上昏迷被困 稍後由救護車宋苑搶救 可惜延至今日清晨五點十五分不至今 事發於昨晚夜晚8點27分 警方接報指一部5.5噸貨車 在新田公路網上水方向之路 近米布籠對開 撞向停泊路邊一部三十噸的貨車 貨車司機昏迷被困車內 由救門人員救出 送往北區醫院搶救 消息說三十噸的貨車 是泊於路邊的死車 有目擊者看到5.5噸的貨車 使自現場的時間都疑似未收製 直插那部車的車尾 司機被夾於車內 腹部疑似被劏開 以上來自HK的報導 怨死隻安息 司機疑似被劏土 送完搶救 可惜是搶救不至 另外也說說這件熱話 根據HK的報導 牛頭哥的士衝燈尾 撞下兩個衝燈的過路男子 網友吵架說兩邊都有錯 內文提到牛頭哥發生的士撞途人交通意外 在昨天12月2日傍晚5時多 有部的士在韋業家與信業家交界的行人過路柱 撞下兩個正在橫過馬路的男子 兩個男徒人倒地受傷送軟 車禍一刻的車鏡片段在網上流傳 看到的士在黃燈衝燈尾過後收製不及 撞下兩個徒人 不過那兩個徒人過馬路的時間 自己都涉嫌衝紅公仔 網友說兩邊都有錯 當中看到那兩個人被撞過後雙雙倒地 其中一人腳步朝天 幸好兩人都沒有大礙 自己重新的 的士司機見到下車 其中一名男徒人掩著手掌走向的士 和司機離論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兩邊都有錯 78歲的的士司機說自己是綠燈過 但片段看到他衝燈尾 剛好有兩個男子又是吳伊登豪過馬路 結果兩邊都有錯 那兩個男子還要和司機理論 說著幸好沒有大礙 相關片段在網上流傳 網友炮軍兩邊都有問題 另外也說過這宗消息 根據HK的報道 葵沖晉升工廠大廈裝修公司起火 消防到場救世 兩位提到 今天12月3日早上10時36分 警方接報葵沖晉升工廠大廈 一個單位有煙霧出來 消防到場將火救世 事件當中無人受傷 現場消息說 經初步調查 相信上址14樓一間裝修公司 說是油漆受到火花影響而著火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葵沖有場火 幸好無人受傷 事件估計是有些火花納了油漆火 有關的情況有待跟進 另外也說過這宗事故 打鼓嶺敏感度的專士小巴 撼吊臂車 四人受傷送軟入 內文提到 今天12月3日早上9時35分 一部專線小巴在敏感道路往上水方向 近苦地爭辯同一部吊臂車相撞 小巴左邊車身和車頭毀爛 擋風玻璃脫脫 小巴上面四人受傷 稍後救護員到場替傷者檢視 然後再送往北區醫院治理 現場消息說 調避車移尾駛出敏感道路的時間 期間小巴洗至收席不及 撞到車尾 警方正在調查意外原因 以上來自HK的報道 今早打鼓嶺有場的車禍 居報這部車是大車 退尾的時間 可能沒有留意路面情況 小巴收不及 多達四人受傷 送軟至尼當中 多謝各位 尤其是願意看廣告來支持礦仔的老友記 這段時間繼續努力拍片 和大家緊貼香港各大時事消息 我是礦仔 我們下節短片繼續聊天